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受到这个邀请参加这一次SMS2020 然后第11届的智谱网络会议 我今天跟大家汇报和交流的题目是 化学驱动的功能蛋白质组学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化学分子工程学院的王树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智谱 特别是生物大分子智谱 已经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个蛋白质组学的最有利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随着这个植谱技术的这种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获得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组学的 蛋白质组的这个信息不同物种 特别是在14年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成果 是我们能够真正完整的获得整个人类的这个各个组织器官 以及包括很多的这个原代细胞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蛋白质组的这个信息 那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生命体内有哪些蛋白的这种存在 那同样这种方法也给我们这个这个这个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这个新的挑战就是那这些蛋白具体都在做什么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蛋白质组当中呢 蛋白质起着各种各样的非常重要的这种功能 是生命活动的主要的执行者 那很多的蛋白质呢 它是起了这种这个重要的催化作用 作为一个酶来催化很多的生化的这种反应 那同样的蛋白质的功能可以被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子结合事件 特别是小分子的这种调控 那内缘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代谢物可以跟蛋白质相互作用 来调控蛋白的功能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外源的生物的这种药物的分子来调控蛋白质的功能 那这个蛋白质的功能也可以被各种各样的翻译后修饰所调控 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磷酸化乙鲜化糖基化的各种各样的修饰 那现在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质朴的方法 在致力于发展发现新的这种未知的或者是新的功能的这种修饰 那蛋白质也并不是以独立的个体存在的 那蛋白质在体内形成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 因此如何能够高通量的获取这样的功能质蛋白质功能的这种信息 也就是说这种functional的proteam的这种map 是我们下一个特别是作为这个分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研究的一个 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 那我在北京大学的这个课题组主要就是基于发展这种 基于质谱生物大分子质谱的这种化学蛋白质组学的这种技术 那同样呢我们也结合了一些这个通过计算的方法 帮助我们获取一些计算的这个丰富的这个计算蛋白质组学的这个信息 然后对蛋白质组内的刚才提到的这种催化的位点 发现后修饰的位点 以及这个小分子结合的位点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 帮助我们去发现在蛋白质组当中这些具有活性功能的这种位点 那当然我们是我本身的课题组是做化学生物学方向 所以我们也将这些化学的方法应用于一些具体的一些生物学的问题 包括细菌的感染细胞的这个死亡 以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这一系列的这个主要的生物学问题当中 那我们的主要的这个从实验的方法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我们发展这种具有位点特异性的定量化学蛋白质组学的方法 那去找到刚才提到的在蛋白质组当中这些具体的功能的位点 那我们这里面需要这个化学蛋白质组学就需要设计这种不同类型的化学小分子碳针 那这种碳针有的是可以直接的和刚才提到的一些翻译后修饰 直接的进行相互的这种作用 那么直接将它们补夺出来 上面带有一个生物证交的集团用于后续的复集 以及进一步的这个煤切之后 我们能得到具体的功能的位点的信息 那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展这种生物证交的这种碳针 那么这种碳针会模拟一些非天然的一些分子 比如说非天然糖包括非天然的质类 然后让它进行细胞的这个代谢 同样的可以去标记那些结合和这个具有相互 和会推定翻译后修饰的这些具体的这种位点 那对于那另外剩下的一类这种跟蛋白质 是非共加相互作用的这种分子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引入一个 比如说光胶帘的集团 这样的话当小分子跟蛋白相互作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紫外光的照射 像他们交连在一起 同样的可以将这个碳针锚定在我们的把蛋白上面 然后通过这种刚才介绍的这种位点特性的流程 进行这种相应的分析 那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 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定量蛋白质组学当中常用的 无论是像这个同微素的标签 或者是这种化学的这种同微素的标记 以及这种细胞代谢的同微素标记的方法 帮助我们去获取相应的定量的这个信息 那正是整合了这个化学蛋白化学碳针 定量质谱以及包括一些理论计算的方面 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在这个无论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当中的这个小分子的结合把标 那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 以及蛋白的煤活中心当中做了一系列相关的工作 当然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主要来重点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工作 就是针对这种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 这个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修饰 那这个修饰呢 是叫做这个益康酸的修饰 那么英文叫做Etheronic Acid 那么这个工作是由课题组非常优秀的一个博士毕业生 秦韦以及现在的正在在读的一个研究生张燕林合作 他们合作完成的 那讲到这个Etheronic Acid 我就要讲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生物学的背景 那就是在这个病原菌和宿主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物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这个对于先天免疫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当这个宿主被这个pessigence这个病原菌所侵染了之后 那会产生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会产生这种反应 特别是我们这些巨噬细胞会发生这种被激活之后 产生很多的这种代谢重构 然后产生相应的这种促延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 那帮助细胞这个免疫系统来抵御这些pessigence 同时同样的如果这个系统过度免疫的话 那你会产生一些相应的免疫性的疾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巨噬细胞是发生非常重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代谢 层面上的这种变化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如说用LPS刺激这个巨噬细胞 12个小时到24小时这个范围内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代谢的这个通入发生了变化 那其中大家现在目前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类代谢物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报告的这个主题 就是这个叫做益康酸Ethaconic Acid 那它是由一个这个酶叫做LG1所合成 那么它这个酶上调了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益康酸 那据分析在这个巨噬细胞被激活的过程当中 在局部浓度益康酸可以达到毫抹级的浓度 那益康酸从化学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双缩酸的结构 但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不饱和的一个双剑 而这个双剑刚好可以使整个这个益康酸带有一定的氢电性 而这种氢电性就可以跟蛋白质上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氢核性的氢基酸 特别是球积半光胺酸的球积发生这种麦克尔加成的这种反应 产生这种修饰 那我们把这种修饰叫做Ethaconic Acidation 或者叫做益康酸的这种直接的麦克尔加成的这种修饰 那这种修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引起人们的广泛的关注 因为我刚才提到益康酸在这个巨噬细胞被激活的时候 可以产生毫抹级的浓度 那这个不同的氢基组利用传统的那种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方法 发现这个益康酸可以比如说直接修饰这个NRF2K1的通路 或者可以直接去修饰这个直接去修饰这个一个叫做这个Succinase Dhehydrogenase一个酶 包括可以去调控这个NF-CAPB和I-CAPB的这个通路 都能够起掉一定的这种炎对炎这个炎症反应的这个调控的作用 那么这些都是在单个的蛋白上所完成的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在 在我们的工作开始之前并没有在组学的层面上 对这些益康酸的这个修饰的位点 进行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鉴定 那因此我们就想的是 可不可以发展一种这样的方法 来对益康酸在蛋白制组当中的直接 这个反应活性 反应位点 进行一个直接精准的鉴定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面就用到了一个叫做 竞争性S-TOP ABPP的这个方法 那我简要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这个概念和流程 那它是将蛋白质组分成两份 那其中的一种呢 一份呢是用这种可以有跟 Succin有反应活性的这个氢电的小分子 代谢物或者是包括外源的调物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 那另外一个呢是用正常的这个对照组 DMSO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跟Succin能够发生 直接反应的这个分子探针 那么这里面用到的是一个点影线的这么一个探针 我们知道这个点影线可以跟Succin发生非常特异的反应 我们只不过在后面给它加上了一个 生物证交的这么一个复级的集团 那这个探针标记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位点能够跟这个氢电的小分子发生反应的话 那么这个探针就不能被标 那么也就会产生这种相应的竞争 那跟对照组相比 我们进行这种后续的这个复级 但在我们的标签上引用同位素之后 最后在位点的层面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这个位点能够被这个氢电小分子所攻击的话 那么它会跟对照组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个支付信号的一个差别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实现这种位点特异性的 而且是定量的去这个鉴定到 任何对跟Succin能够发生反应的 特异性的这种氢电的那种小分子 或者是外源药物的这个具体的这种靶点 那我们当时想的是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分子换成益康酸 通过益康酸进行处理蛋白质组 那么就可以很容易的 应该能够获取 这个它的相互作用把点 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过程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当用这个益康酸 这个所处理蛋白质组之后 用这个电影线碳针进行标记的时候 我们发现并没有看到 益康酸对这个电影线碳针的标记 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竞争 那我们当时又试了另外一个 这个αβ不保合同的 这么也是一个氢电的 氢电的这么一个分子探针 也是标记Syscin的 同样的我们能看到一点点竞争 但这个竞争是要在大概两毫模的 这个位置上面才能产生 因此我们就在想 这个探针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适用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无形插柳 我们当时跟我的同事 北京大学的陈青教授课题 在合作的另外一个课题 是在做这个糖基化位点的这个鉴定 那陈青老师课题组合成了 不同类型的这个非天然的碳针 结合我们的定量质谱 我们去做这个糖的糖基化位点的这个鉴定 那通常情况下 这个糖基化在他们的研究体系里 这个单糖的修饰是发生在 斯氨酸和素氨酸上面 但是在我们由于我们 鉴定到具体的位点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使用的非天然糖碳针 那么可以同样的在半光酸上 也会产生一个直接的这个标记的 副反应来产生 那这个对于糖基化鉴定来说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当然陈青老师课题组 后续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是优化了这个碳针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在想 它既然能够标记半光酸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作为一个 半光酸的碳针 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竞争性的这个反应 那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合成了这个 非天然糖的能够跟半光酸反应的这个碳针 用于我们的标记 那么定于更加竞争的标记 那跟刚才的这个点影线 差别非常明显 大家能看到 那随着益康酸浓度的增加 这个碳针的这个竞争 是明显的信号发生减弱 在这个低浓 这个250个微膜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种竞争 因此这个碳针就可以用于 我们后续的这个质朴的这个实验的这个鉴定 那我们就利用了益康酸处理蛋白质组 然后呢用这个碳针进行一个竞争性的标记 那最后我们做了不同浓度的250个微膜 和一个毫模的益康酸的竞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一系列 几百个这样的能够对益康酸反应 产生这个产生反应的这个 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点 那么对他们做各种生物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这个 cluster就是对应的这个 跟代谢相关的一些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分析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在我们的这个体内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代谢途径 就是糖尿解途径 Glycolysis这个途径当中 我们发现一系列跟Glycolysis相关的这个酶 那LDLA的这个酶 GabDH PKM LDHA上面都会有 这个益康酸修饰的这种位点 那而且呢 这某些蛋白上可能还有 不止一个益康酸修饰的这个位点 那特别是这个对于LDLA 它是这个Glycolysis比较上游的这个酶 我们发现它的这两个 被修饰的Syscene 其实是跟它底部结合的这个位点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么由此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修饰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去建立了这个 这个LDLA的这个 它的这个酶活的测定 那我们加入益康酸之后 不同浓度的 所以浓度的增高 这个酶的活性是逐渐减弱的 那么一个明显的一个对照实验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双剑给它去掉 那么用了一个叫做Mesosuccinate 这么一个小分子进行处理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没有失去的 对Syscene的反应活性之后 那它对这个LDLA的那个煤火 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去刚才提到了 我们内源的将这个产生益康酸的这个煤 给它进行用RNA干扰的方法 给它进行敲击了之后 那这个时候 细胞内的益康酸的水平就会降低 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 当让益康酸的水平降低了之后 伴随着也就是LDLA的煤的火性 那逐渐的在升高 由于我们获得了这个 具体的这个位点的信息 那我们就去可以看 这些位点 这些C型的这个位点 对这个煤的活性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相应的实验 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细胞当中 用这个RNA干扰的方式 先敲击这个煤 然后再给它回补 野生型的煤 或也会回补这个C型突变体的这个煤 那我们可以看到 敲击了这个LDLA之后 它的这个煤的活性是逐渐的是明显的减弱的 那回补了野生型和突变型的之后 它的这个煤活并没有发生影响 也就是说明这个C型并不影响它本身的煤活 那同样的 这个煤活没有受到影响的时候 那它对这个糖酱解当中 对葡萄糖的消耗 以及对下游的这个炎症因子的这个产生 IO1β产生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而在这个条件下 如果我们给它加入益康酸的话 那就会发现 那在这个加入了益康酸之后 就会使得这个在正常的细胞当中 这个煤活降低 那伴随的也是 葡萄糖这个消耗的减少 和这个下游的炎症因子分泌的减少 而回补了这个相应的这个 野生型的蛋白之后 那由于这个野生型蛋白可以被益康酸所修饰 因此它也有类似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回补了是一个突然系的这个蛋白 那可以看到 它由于不能够被益康酸所修饰 因此它的煤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那包括糖降解的这个上游和下游的这个信号 都会基本上都能这个恢复到 接近于这个正常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实验其实就证明了 益康酸可以通过直接的修饰 这个阿罗雷斯上的这个位点 来调控糖降解的通路 从而调控这个对炎症的这个 聚氏细胞对炎症的这个反应 那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通过在这个元代的这个 这个聚氏细胞当中 去用高浓度的这个责糖进行处理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得人为的 使得这个强降解的这个通路 被过度的激活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 那通过在这个高强 这个被提高的这个 这个糖降解的这个通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这个阿罗雷斯的整个的这个分泌 也是也是受到了这个 也是受到了相对影响 因此我们是通过这个组学的实验 那第一次发现了很多有被在蛋白质组当中 被伊康酸所修饰的位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聚焦了这个糖降解的这个通路 发现伊康酸可以通过修饰糖降解的这个酶 然后去调控整个的这个炎症的这个代谢的这个 这个反应的这个通路 那这个工作去年已经在这个 Nature Chemical Biology的这个杂志上发表 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由于使用的是这种竞争性的这种反应 所以的话我们读取的是这个探针对这个 这个修饰蛋白的这个 这个磁性的这个信号 并不是伊康酸对它修饰蛋白信号 因此这是一个间接的这么一个读取反应 那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反应 为了保证蛋白的这个蛋白质组的一致性 我们是在这个液解液当中去做了 那么如何去实现在活细胞当中来对它进行直接的这种标记 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因此在这个文献的调研当中 我们发现这个除了大家使用正常的伊康酸之外 还会使用一个这个伊康酸的这么一个新质蛋白的这么一个结构 而这个这个这个纸件后面有一个八个碳的这么一个尾巴 那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通过化学反应 直接将这个生物正交的集团标记在这个尾巴上面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这个生物正交的探针 直接进行这个细胞上的标记和捕捉 那么这个是在化学生物学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首先试验了在无论是在这个原大的这个巨细细胞 包括神经元细胞以及一些癌症的细胞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加入这个Itox这个碳针之后 那它就能够产生非常明显的标记 比这个背景就能够产生非常明显的标记 而且这个标记是能够被伊康酸所竞争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Itox这个碳针标记完了之后 这个加入了过量的伊康酸之后 它就可以竞争掉这个碳针的标记 而这个不带双件的这个Methyl succinate 就没有产生这样的竞争 那再次说明这个碳针和伊康酸 可以把向同样的这种位点 那这个碳针是不是跟伊康酸 具有类似的这种功能呢 那我们也可以来这个比较一下 当这个加入了伊康酸 或者加入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带八个碳尾巴的这个指尖的 这么一个类似物 或者加入我们这个碳针的时候 都能够去产生这个 对这个下游的这个Itox这个 炎症因子的这个释放 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相比影响 而且这两个碳针可能产生的这个影响会更大一点 那同样的对于之前已经报道过的 这个伊康酸修持的位点 我们都能看到 我们都能被我们的碳针所捕捉到 包括KEEP1的Adolase 以及这个Lactate dehydrogenase 因此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碳针 直接的对活细胞 这个LPS刺激的这个巨石细胞 直接进行直接的标记 然后标记完了之后 我们利用双污式生物证标集团 将这个标记的蛋白复集出来 进行两次这个切割之后 最后在植谱上去鉴定到具体的 伊康酸修持的这个位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三次实验重复 我们鉴定到了700多个 能够被伊康酸这个LTOF碳针 所标记的这个位点 在活细胞当中 而且呢 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位点 也进行了这种生化的这个 鉴定 我们将它 比如说位点直接突变掉了之后 这个蛋白就不能再被这个碳针所标记了 也反映了这个碳针标记 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特异性 我们的植谱的数据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那在此基础上 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个碳针标记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细胞当中标记半光氨酸 那其中还有一些少量的 赖氨酸和Histin 但是比起半光氨酸 都是可以相对来说可以忽略掉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鉴定到了这些具体的蛋白和位点当中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跟这个 炎症小体激活相关的 比如说NRP3上面有多个Sistin 能够被这个伊康酸碳针所标记 那在这个比如说免疫的 这个TOLAC signaling里面也有 那在这个转路调控当中有 那特别是在这个细胞死亡过程当中 那么这两个蛋白 我相信大家 这个做细胞死亡的专家 就应该非常的熟悉 一个是Gasmin D 这个是在细胞交往当中 Peroclopsis当中 起非常重要的一个蛋白 那这个是RPK3 是在细胞的坏死过程当中 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蛋白 而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生物学的基礼 其实之前已经被大家所揭示过 那么RPK3 可以在一个急连的 这个磷酸化的反应过程当中 那么产生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因此呢 我们就对这个蛋白进行了 初步的这种 这个生化的这个验证 那首先我们对三个Syscene 都进行突变 我们证明了这个360的Syscen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标记的这个位点 主要的标记位点 那质谱呢 2G质谱也能够 这个佐证我们的这个结论 那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就通过这个 诱导细胞坏死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RPK3上的磷酸化 是一点点增加的 但是随着益康酸的加入 它的增加就变得更明显 也就是说 这个益康酸对RPK3的这个修饰 可以进一步的促进 RPK3的磷酸化 来介绍下游的坏死的这个过程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将这个突变体 给它进行 这个表达在细胞当中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响应就消失了 那么也进一步的证明了 这个通过这个位点 特异性的这个化学蛋白质组织 我们找到了一个 被益康酸所修饰的 一个具体的功能的位点 那当然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之后 这个在这个NRP3的这个 位点的这个鉴定 这个功能上面 那有一个另外的课题组 这个爱尔兰的这个 这个尔尼尔课题组 他们是专门做 益康酸修饰功能的 那他们这个independent类帮 也通过生化的实验 发现了RPP3上面的 这个具体的修饰位点 那跟我们鉴定到的这个位点 也是非常吻合的 那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在这个本次报告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策略 一种是通过竞争性的标记策略 那么去发现了这个 益康酸修饰糖降解通路 那种重要的蛋白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做 这个直接的生物证交反应 那么再鉴定到了 RPP3上面的这个益康酸的修饰 那对这个坏死的通路 竟有重要的这种调控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 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 一个数据库 那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 另外一正在进行的工作 还没有发表的是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都是在宿主方面的 益康酸的修饰 那我们也正在进行 这个病原局方面的益康酸修饰 以及我们在发展一些 能够去直接捕获 细胞内这个益康酸修饰的 这种直接的这种方法 那最后的再次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给大家汇报的 主要是通过化学蛋白质组织的方法 那对于翻译后修饰的 这个位点的这个鉴定 这个其中的这个益康酸修饰的位点 那当然我们自己科技组 还在做一些计算蛋白质织的方法 希望以后有机会 再跟我们的同行进行相应的交流 最后要感谢我的科技组的成员 刚才提到的 具体做工作的两位同学 秦为和张燕林已经进行致谢 那要感谢我的这个 很多的合作者 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益康酸 这个唐探针上面 提供非常重要帮助的 这个北京大学的陈兴教授 那同样也要感谢这个 基金委科技部 以及这个秦明先生计划的 这个北京大学的 这个各个方面的 这个经费的这个支持 最后利用这个平台 简单的这个 介绍一下我们科技组 有一个公众号 那么这个化学生物学的 文献快闪 那这个每周都会提供 讨论一些这个前年的 这个化学生物学相关的文章 特别是可能跟一些 植谱在这里面应用的文章 那欢迎大家关注 那最后再次感谢 这个这次会议 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 好的机会 跟大家进行交流 现在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